两岸关系一直是这次台湾大选国际间所关注的首要议题 选举期间中国官方多次喊话 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发展的定海神针 若没有的话将地动山摇 前中共解放军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在12号撰写 若蔡英文当选将不姑息养奸一文 文章对极有可能当选主张与中国谨慎交往的蔡英文 透露了强烈的警告意味 蔡英文的当选是否将为两岸关系带来天崩地裂的巨变 对此长期研究两岸关系和中国政治的范世平教授说 他认为习近平是务实的人 不会对两岸关系贸然行动 我认为就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也是可以说很现实的人 共产党只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 如果今天蔡英文他在没有支持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 高票当选民进党在国会过半 我不认为大陆会跟蔡英文讲说 你非得承认九二共识 你非得从嘴巴讲出九二共识 范世平进一步分析中国立场 表示从目前许多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 可以看出习近平当前主要目标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力 台湾问题不是重点议题 但当他发现民进党有可能重返执政 蔡英文很有可能携带高民意基础当选后 这将成为中共政坛内部反习势力射向他的一支箭 因此他需要蔡英文往中间靠拢 并定掉蔡英文的当选不是台独势力的复辟 那如果蔡英文当选之后 当然我们知道 对中共对习近平对台政策来讲 是一个严重的挫败 因为你告诉大陆老百姓 两岸关系这么好 对不对 起码会也办了 那为什么台湾老百姓 愿意选择一个台独的蔡英文上台 我觉得这对习近平他的对台工作来讲 其实是会造成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批评 他也希望在十九大之前 权力没有稳固之前 他不希望这个事情成为一个 所谓反习势力 作为反扑的一个借口跟理由 对此 前民进党立法委员 也是民进党大佬之一的林卓水 抱持相似的观点 认为北京应该会在蔡英文当选之后 适当地出现弹性 与民进党进行交涉 他了解到在时事的变化之后 不会去坚守一个非常僵硬的教条 而没有弹性的处理 否则的话 今天没有马锡会 那既然马锡会可以做善意的弹性处理 也因此呢 对这样的一个风格 如果也运用在面对未来的蔡总统上面 我觉得应当不至于令人太意外 那当然这样讲 并不表示中共放弃立场 中共的立场已经一再重申 也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识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仍然没有开口承认九二共识 仅以维持现状 以及尊重九二历史会谈精神 来主张他的两岸政策论述 范世平教授认为 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 却不影响其支持度 原因就在于两岸牌 甚至九二共识的议题 在这一次选战中已经边陲化 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知 产生了变化 我们今天讲九二共识 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请问一下 马英九讲一中各表 大陆愿意跟你各表吗 九二共识 其实北京讲的跟国民党讲的 都完全不一样 因此呢 台湾老百姓要去支持 也不知道要支持什么 许多人担心 蔡英文当选 可能会令目前的两岸关系 急速降温 甚至令华盛顿担忧 两岸关系将出现恶化的风险 蔡英文在回应媒体询问 有关的话题时说 如果他当选 他期待两岸可以继续和平发展 并将与包括中国大陆 美国在内的各方 共同努力维持台海和平 范世平教授对民进党 有可能重返执政的两岸关系局势 抱持谨慎乐观态度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谨慎乐观 因为双方都各取所需 对我讲说蔡英文需要习近平 习近平也需要蔡英文 对习近平需要蔡英文往中间走 让他能够对内有好交代 蔡英文也需要习近平 不要批评他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完全站在现实考虑 完全没有情感成分 完全不是唯心主义 完全站在唯物主义的观点 完全站在自己自身 政治利益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两岸关系未来走向 到底该何去何从 台湾的新总统 是否将能带领台湾 找出两岸关系中的平衡点 一切只能等到1月16号 投开票 台湾民众做出决定 新政府新国会上任之后 才能知道 美国之音记者 李一华 萧巡 玉港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